台大医师柯文哲到底会不会批绿袍投入台北市长的选战 柯文哲说目前身边反对的声浪远大过于赞成 要不要入民进党他还要再想想 但同时呢他也透露了 已经和台大请假到了明年选举结束 暗示这场选战他绝对不会缺席 会需要白色的力量 柯文哲这个政治素人白色力量投入选战 与民进党间颗绿联姻大戏有望尘埃落定吗 由于选举四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征询小组就要开会 因此外传柯文哲会在跨年前就办理入党手续 80比20都不是 如果一面倒是反对的方向 那就变成人家想很久 只说身边的人赞成入党的少 但不管入不入民进党台北上选举他确定选到底 明年选几日嘛对不对 没有选上就可以回家工作 回家台大继续工作 所以你这个投入选择这个是确定的 应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蛮确定的 相对于台北上选举都是新面孔 拼命媒体最新调查 台中胡志强36%的支持度 输给了民进党林佳龙的42% 重要的数字是总预算能不能顺利通过 而不是民调 我除了感谢之外 也给我更大的一个责任感 五度选情 国民党党都有不可输的压力 何时亮底牌各有判算 有民调 Somebody